您关心到 新北市有一名男子日前 从网路上印证了一间 生计公司的人事管理工作 但上班了三天之后 他觉得怪怪的 怀疑自己在帮忙招募奢手 因此要求离职 没有想到被对方痛打了一顿之后 还逼迫签下了三张三十万元本票 警方获报前往搜证 发现这一间公司呢 根本不是生计公司 是四海邦的堂口 立刻前往攻坚 成功逮到了八名成员 将他们通通依法送败 霹雳小组全副武装 尝试破门而入 大批警力跟着蜂拥而上 杀个嫌犯措手不及 还有人洗澡洗到一半 吓得蹲在地上不知所措 原来这里是四海邦帮派据点 会被警方查到 全英伟日前一起暴力案件 一名装新男子今年六月 从网路上印证 一间生计公司的人事管理人员 但上班三天后 觉得怪怪的 警觉怎么都在超商面试新人 而且还得派人到ATM提款 怀疑自己是在帮诈骗集团招募车手 三天后想提出辞呈 没想到却被对方痛打一顿 又批他签三张三十万元本票 才肯放人走 男子伤害累累 基本派出所报案案情才曝了光 二十一岁装性被害人 定征某生计公司人事管理人员 其工作系指派其他工作人员 自ATM提领该公司自货款 发掘疑似遭诈骑集团利用 警方冲进现场还发现墙上挂有 融通四海的扁额 甚至摆放一针观工像 单详其仇神明保佑 却不是作证图 这回被警方破获 逮捕八名四海帮成员 帮派据点也被瓦解 接着我欢迎斑马王家 西培市报道